念品 不出所料 废了那么多的口水 这是我近一两年以来 听到最好的演讲 你相信我一定会成功 真的吗 那郑书记麻烦您一件事 您把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 我给录起来防止赖账 行 这是我听到的一两年以来最好的 喂 怎么了 布君 知道了 就算这个不是你们锁的 这个地方是不是你们管的 管什么呢 只管收费不管车辆安全吗 你这耽误我多少事情啊 我也不跟你啰嗦 你去把领导叫来我跟他说 这位小姐真是对不住啊 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到位 给您添麻烦了 这样我马上派人给您解决好不好 别急啊 对不住啊对不住 这车是你锁的 你这不是给我们添麻烦吗 您别生气啊 不好意思 那赶紧把肤打开赶紧走啊 好嘞好嘞 不好意思啊 看什么看啊 赶紧开了我不想立即了 你干吗 今天带布瑶了 别别别 千万别 这不要在我们那儿有个讲究 如果你带上之后擅自摘下来 送你的人是要倒的 大霉的 鬼太相信你的话 真的啊 我就知道你是个善良的姑娘 看不得别人受苦 我是为了阿姨啊 小川 我跟你说啊 不管你以后走到哪儿 我都会找到你 然后缠住你的 就像这把锁一样 所以你能不能重新考虑一下 要不要继续跟我走下去啊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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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吧 就一直锁下去吧 反正锁我买一次 只用一次的话 这成本太高了 你干吗 这儿有监控啊 我告诉你非礼 是吗 哦 嗯 我爸呢 他愿意投你的养猪肠 你真是个完美的姑娘 活泼又聪明 调皮又灵异 你说的是蓝清明 那我不管 反正我是彻底爱上你 我说 我爸他愿意投你的养猪肠 替我谢谢你爸 我他的钱啊 我不能要的 你还记得我爸啊 没有啊 你爸肯定是看好这个项目的 他给我偷钱 很有可能 又是一种好业 因为我成功了 就是依靠他的影响 力和他的资源 可是如果我输了 没有成 他就更有理 让你分开了 所以呢 我比较贪心 又要失忆 又要爱情 小心 小心 好办 这个赵博士啊 技术方面过硬 就是性格怪 咱们一会儿呢 剪极行事 张狗哥哥 你干吗呀 陆秀子要打架呀 剪极行事 是 臭小子 以为你是蛊惑仔呢 爸 你们俩干什么 赵博士 是这样啊 我知道我现在 没有条件跟您谈合作 但是能不能麻烦您 把他 他养成一个低配版的您 我们真的想搞这个 山寨版的 智能无人养住系统 看什么看 看得懂吗 有什么看不懂的 这不不拉的场景 我看得懂吗 赵博士 他真的很优秀 很有能力的 他做的加成应用程序 无人宠物店 都应用得很好 他的超市和民宿 都是智能无人化的 这是个人才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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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不想再耽误时间了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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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走啊 走走走 你们知道 我为什么要这四百万吧 我是拿这钱 去找人 开发几个应用平台 这样 我的智能化系统 才能连接运行 林弟子是说 想要建立一个控制平台 来连接这些技术 是啊 比如说啊 我这个疾病房的系统 环境检测 私留检测 这些技术都没问题 可是我呢 不是搞系统证的 我行了 您交给我 你 你 加强小猪的抗氧性呢 从小 地造大好了 长大 就不用操心了嘛 胡教授 我也试过 往饲料里加药的方法 但是很多小猪不吃的 你小的时候 师傅吃过药片啊 外面是否裹一层糖一样 小猪也一样啊 我在这个药里头 加了乳香味的香料 不信你闻话 还真是香多了 对啊 您这药怎么卖啊 我先送你几公斤试试 如果效果好 我们再聊怎么样 那太好了 谢谢谢谢 谢谢胡教授 对了 我还研制了一款一生菌 把这个东西放到早期池里 可以迅速降减抽气 一般的养猪场 一天清晰两次抽出熏天 我这里三天一次 不但气味小 成本低 而且呀 还很环保 那您这个一生菌 你能不能也送我这儿试试看 没问题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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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了胡教授的支持 还有无人养猪技术 我就不信办不化这个猪场 你别兴奋得太早 并不是所有人 都像胡教授这么支持你的 如果听说你要二进猪场 相信我们会怎么行 我一定会让他们同意的 好 下面我们向各位乡嫌介绍一下 我们区里的几个重点项目 希望能够听听各位乡嫌们宝贝的意见 请看大屏幕 即便所有的软硬件设施 场地 团队 政策都有了 但是没钱 这意味着一切都等于零 找钱 可结果呢 是一次又一次地碰壁 我就想不通了 难道为了中国的未来 去泛斗这件事 只是我们农民的事吗 当我们农民 已经决定为中国的未来 去拼搏 去牺牲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人愿意相信我们呢 为什么没有人愿意站起来 和我们一起奋斗呢 甚至他们都不愿意把我们 为何要去牺牲 我们打算如何去牺牲的计划听完 我问你 你为什么要擅自更改会议内容 你跟谁汇报了 你知不知道 这是我们傅春区召开的湘贤大会 不是给你临江街道单独单开的小灶 你个清副书记 这小灶给谁开不是开呢 乡农们需要项目 许家福需要资金 达个顺风车马 耽误不了多少时间的 郑本坤 我告诉你 你身上的处方还挂着呢 你不能在同一个坑里跌倒三次 那个 清副书记 我跟你说啊 这个许家福这个养猪场 要是办成了 别说是在浙江 就是在全国 那也是首屈一层的 你想想 放一个五分钟的片子 能换回一个全国首创的 浓创典型 汁啊 您放心 出了事 算过了 成了 算您的 郑本坤哪 郑本坤 我算是发现了 你现在说话办事 和那个许家福是越来越像 您如果没有想好 我去帮你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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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晓鸥书记 老位置 老位置 来 晓鸥书记 首先呢 我感谢大家 抽出百忙的时间 来听我汇报这个项目 不要搞这些虚头霸脑的了 大家已经等半天了 直接切入主题好了呀 我这次要办的项目 是智能化的 无人小型养猪场 无人小型养猪场 好了好了 安静 安静 晓鸥书记 你是不是非要把整个村子 搞派了你才甘心啊 王主任 许书记 他跟村集体签议的协议 还没有到期呢 他现在只是在继续执行这份协议 我这次要做的无人小型猪场 是通过严苛的环境监管技术 实现人畜分离 最大的程度 减小承染病的发生概率 好了好了好了 我就问你啊 再高养猪场 需要多久 如果资金到位的话 这项技术也成熟的话 我们大概需要 也就是说啊 你没有钱没有技术 是不是 这就好比 你登山没有技术 没有装备和相当 你爬什么中国拉马峰马 你这不是去死吗 小副 你必须要让大家相信 你有这个能力 好了好了好了 今天啊 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这样 王主任 王主任 大家 再听我多说一句好吗 这个养猪场 我是一定要办的 至于我为何 有这样的信心 暂时还不能告诉大家 但是我的决心就是 如果养猪场办不成 不用你们来罢免我 我许家富 将永远退出许家大唐村 其实 我今天来向大家 是来歇恩的 干吗 干吗呀 我想感谢王主任 想感谢各位叔伯五娘 在周长岛的时候 没有去我们家B站 就是因为你们这么做 才给了我力量让我站起来 让我去反省我的错误 让我去思考我该如何重新开始 将功赎罪 我恳请各位 再给我一次机会 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我将破釜沉舟 拼尽我所有的一切 一定 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权 要我说呀 要我说呀 反正那个养猪场也荒在那儿 要不 就让晓夫试试 只要你 不找我们要钱 不找村里要钱 你爱得能折腾 怎么折腾好了呀 我爹晓夫刚才说的 有道理 我们也是养猪场的股东职业 我就想知道 如果再有了 派留谁来当 我担着 上次杨株场欠家的债 还是村里帮你解决的 你怎么担保啊 房子再抵押一次啊 我告诉你们啊 如果你们愿意 那你们就担保 如果亏了 你们就私自赔 你们同意吗 同不同意啊 好不容易刚缓了一口气 又要往水里啊 我不同意啊 我坚决不同意 要不这样吧 如果我们拿到钱 就变更一下股东 村集体拿到钱之后撤股 再签一份租赁合同 把猪场 租给许家夫 这样不行吧 好啊 只要你们找到钱 我们就立刻变更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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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